从一位天王说起 从业30年说的是郭富城 郭天王拍过电影无数 不过呢 唯有近日杀青的这一部 孙悟空之三打 白骨精让平平三郎 郭富城呢 有点败下阵来的感觉 连连喊泪 这么多经验 到底这回出了什么事呢 应该是我入行以来 拍过所有电影里面 最辛苦 最辛苦的一次 影片西游记者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杀青之时 郭富城并没有被收官的喜悦 重昏头脑 要知道这回 办孙悟空可是让郭富城苦不堪言呢 一开始我们要化七个小时的妆 化了这个妆之后不能喝水 我有一个是野猴妆 野猴妆呢 是全身就穿着一个特技的衣服 然后那个衣服呢 是不能脱的 然后一脱上来 只有一个小时 一个造型七个小时 估计其他的演员 连当天的戏份都查清了 郭富城还在化妆 这也难怪此次拍戏 让郭富城这个身经百战的老黄牛 也不得不认输了 我经常是零度底下我都只流着汗 他们搭着一条电线拿着风枪来帮我吹 当你把风枪吹到你的流汗的地方的时候 其实已经着凉了 但是也没办法 你不用这个方法你挤不了汗 你一直这样不停地流汗 你演不下去 虽然辛苦 不过郭富城显然是对西游系列乐子不疲 意犹未尽 要不然怎么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接着演下去呢 之前我做牛魔王 这一次我做炫悟空 上一次可能做唐僧也说不定 站在诉苦连连的郭天王身边 第一次以演员的身份来到香港为电影宣传的小沈阳 则略显紧张 不过出来炸道的小沈阳也受到了主办方相当客气的待遇 因为一个帅哥要演鞠八戒是一个挑战 还算好吗 因为我不承认我自己是亮仔 对 很不习惯 很不习惯别人这么说 也确实 小沈阳演的是肥头大耳的二师兄 和帅完全不站边 挑战经典 想必再也不能用搞笑来混过关咯 为此小沈阳私下里可没有少做功课 因为这个拍之前呢 我也和电视剧版的马道华老师沟通过 我说刚开始还是不敢演 不敢演 因为这个角色 马老师演得特别的好 因为太深入人心了嘛 要说经典的西游戏一直被翻拍 却从未被超越 小沈阳当然也害怕质疑声 但更多的是一种尝试和挑战 因为猪八戒这个人物可以无限的放大 尤其现在你说什么词 包括台词方面 怎么去放大的也没有问题 因为它是一个神话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